大家好 我是Matthew Hechel 今天是2021年12月20日 最近我們香港發生了兩個大結局 第一個大結局就是我們政治環境的大結局 也是一個完美的結局 因為我們看到愛國者治港 所有擔任立法會議員都是愛國者 第二個大結局就是我們剝花生的大結局 李靜雷與王力雲事件 終於有一個句號出現 自從昨天王力雲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公開道歉以及送出一層豪宅之後 轉過頭我也想和大家看看自己的看法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幫忙 留言、訂閱、分享、讚好 Thank you 首先我們說完善選舉制度後的大結局 1、2、1、9就選完他 當晚就有很多結果走出來 結果輿論上清一色就說 愛國者治港 清一色建制派完全是沒有以前的泛民主派 除了一位 當然我是不認同他們說清一色的 我覺得是混一色 因為愛國者都有分很多種 愛國者都有分極左、中間、偏右的愛國者 為什麼會是一個完美的大結局呢? 因為我們的一國兩制真是走回正途 其實國家不會介意我們的政治光譜、政治取態 它只是會介意你有沒有損害到國家利益 因為我們香港為什麼能夠成功很多因素 因為我們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但是也有其他因素 就是我們本身 西方人留給我們這套制度 有好有壞 有時候現在我都經常反思 到底所謂的民主 是否真的為了選舉呢? 當然 依然國家是要 履行一國兩制 幫我們香港人、港人治港 要貫徹落實我們香港的一國兩制 這個依然是沒有改口風 一國兩制基本法底下 普選依然是最終目標 我們看到這個希望 自從有了資格審查委員會 自從有了1500人選委之後 我們也看到普選特首的可能性 但是很多人就會質疑 到底現在這條路 我們一國兩制是否已經走樣 我們一國兩制走不走樣 我覺得很難去說 因為一國兩制是新的 一國兩制是國家開創出來的 一國兩制也是國家在捍衛著的 所以有沒有走樣 其實是來自國家的 因為它是 創造捍衛和維持著一國兩制 的守護者 的先行者 的創造者 我們要對這套制度有信心 同樣地 我們要對國家 所幫我們 有信心 我們不再需要擔心政治的環境 可以聚焦在民生、經濟發展、科技發展的方向 我對我們香港 絕對抱有極大的信心 希望可以追得回 過去十年八年 我們所落後 我們所被因為政治因素 而拖著後腳的事情 希望可以扮好些 其實活生生有例子的 我們看到澳門 在沒有這麼大的政治分歧的環境下 背靠祖國 他面向世界都是 雖然沒有我們面得不認 但他都面 這樣的情況下 十年八年 人均GDP已經追過了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已經由四小龍 變成四小蟲 希望可以急起直上 希望可以急起直上 追回過去十年八載 因為一些多餘的話題 多餘的事情 因為顏色革命 而拖後我們的經濟繁榮的後腳 希望可以盡快追回 所以這次立法會選舉 這個結局 我覺得是完美的 我也很樂見 我也很開心 看到沒有亂港者 大家拭目以待 看著我們香港再創高峰 第二件事 就發生一點 李靜雷與王力雲事件 有些人不知道 寫就寫 李靚雷 靚仔靚女的靚 不過翻查過是讀政的 所以是李靜雷 事件發生四五天前 一個晚上定神 李靜雷這位小姐 突然幾千字長文 去掃她前夫王力雲 她的婚姻生活有多麼糟蹋 王力雲有多麼渣男 有多少的炮友 在娛樂圈上 有不同的省份 就有不同的炮友 亦都對她的語言暴力 濫暴力 不負責任 很多很多 千篇一律地走出來 當然王力雲也有還拖 還找老爸出來寫一封千字文還拖 當然這些清官難審家庭事 按這個公說公有你婆說婆有你的態度 去看待這件事 最好就是脫花身 大家不要這麼認真 你當TVB的劇這樣看 因為大家都不是當事人 大家都不清楚內情 雖然我這樣說 可能會有些網友說 你幫助男人 明明就是男生在說謊 你有沒有良心 但我想說 其實作為女性 如果她有為及那三個子女的未來 或者前途 或者日後怎樣做人的想法 她都未必要將事情搞那麼大 不過 有一個事實 我是覺得大家需要去認清的 就是這個女士在五年內幫王力雲生了三個小朋友 其實某程度上五年前三百六十五日 接近兩千幾日的日子裏面 她都是懷孕生產 坐月養生 再懷孕再生產 再坐月再養生 再懷孕再生產 再坐月再養生 這樣就經歷了她過去這五年 即是人性地說 我不知道她們背後會不會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或者這個女人會不會真的逼得王力雲很慘 我們姑且 抹掉所有網絡上的流言蜚語 只是看這個五年生三件的事實 王力雲真是辜負了這個女性 會不會真的當她生孩子工具我不知道 但是可以很肯定的就是 這位女性這五年的光陰 都是在幫你生孩子 所以希望這件事得以平息 這兩位人兄曾經愛過才能夠這麼恨 希望他們都能夠放下仇恨 為了三位小朋友 適時令人 不要再做網絡世界的花生主角 因為我們剝花生的當然無所謂 但是小朋友 如果未來要備受這個輿論壓力 或者備受這方面的問題困擾 記者潛擾 網絡世界的潛擾 都是因為我們剝花生 所以今天分享大致上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適時令人 網絡世界的事不要這麼認真 有時候我們這些剝花生人士 看完就算了 我們的留言可能很輕微 但是當事人看有機會非常認真 今天分享這麼多 希望大家幫忙 留言、訂閱、分享、讚好 拜拜 小金智 有地方 有地方 在如今 有地方 就算了 又之前 到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